好了,大家好,今天是7月24日 回到明明报报上埋伸击的时间 早前跟大家说过,日元会有机会升回 美元下跌,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减息预期升温 再加上日本会有机会叫做再加次息 在息差收窄之下,你见到多拉日圆堆了下去 上星期有跟大家说过,只要他失守了50天 他大机会会再进一步跌下去 现在连155都出卖了 18天moving average 出卖了 现在还在15480多 技术上基本上都是单边直落的 除了多拉日圆之外 其实你用心去看,今次就不太关于美金的事 因为EURO对日圆,英镑对日圆,澳洲对日圆,纽西兰对日圆 早前我们经常见到 做 carry trade 就是借日圆,不用息 然后买入澳洲,买入URO 你见到那些纷纷的日圆升了 基本上那些交叉本全部都拆仓 现在就是日圆拆仓 你见到Uoyen跌下去 下面支持位是100天线 你见到榜yen仍然会有机会继续跌下去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Oxy Yen, Kiwi Yen那些全部都跌下去 澳洲澳元对日圆 你见到7月11日是109 现在是102,78点 大点 你见到Dollar Yen一次过跌下去 似乎市场都预计了 那美国真的会减息 美国减息,然后息差收窄 然后你见到甚至乎我们见到 有些平仓盘大动 过去一段日子 基本上美金继续升的时候 你见到这些交叉盘 例如Oxy Yen 由去年3月开始,2023年3月 当时你只要借日圆买澳洲的话 你基本上是财息兼收的 都是赚息的 这一转摆动明是走的 见到拆仓 再加上股市反复偏远 那日圆就成为避风港 你见到甚至乎 叫做拍到日圆 你多利亚叫做赚回去 后市预计日圆 仍有机会升 即美金兑日圆 会有机会落到151,150 这些位置 暂时来说 你这个方向就清晰了 美元也会继续跌下去 只不过是交叉盘的威力大一点 还是值美元的威力大一点 因为如果交叉盘的威力大一点 譬如EURJPY 再加深一点的话 EURJPY都会带上去 那就会令到美汇指数 站在那里 Anyway 怎样都好 现在至少我们清晰的 见到的日圆 都是叫做升值的了 日圆就开始 基本上在过去这几年 这几年 只要美国减息周期 是的 开始出现减息了 由2020年 当时的$102 到$160 现在这一阵很清晰 他说了给你听 息口开始收窄了 日本会有机会加了一次息 美国会开始减息 如果开始减息的话 美元就会跌了 $1JPY就会跌下去了 就是这样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拜拜